过完整个皮诺康尼剧情之后 我一直在担心你个事 赵爽老师 你和崩田组的其他CV老师们 在工作上真的不会有带狗吗 这是其他角色CV在皮诺康尼的台词 而这是花火CV在皮诺康尼的台词 谁能拒绝一位在鸡翅膀上打电视的男孩呢 接下来我将盗选你个手 然后爆炸 五五四一 要我了吗 真是 我理答正确 但很可惜 我讨厌直觉你锐小鬼 说真的我要是赵爽老师 估计都得闲死一会儿 自己是不是拿错台本了